紫藤花的基礎教學 這是第一集 那這個照片是我在山林溪 紫藤花開的時候拍攝的 這一集呢 主要就是介紹紫藤的花怎麼畫 紫藤的花呢 它是這個蝶狀的花冠 那它的這個花呢 因品種不同而有各種的色調 比如說紫色的我們稱作紫藤 那帶粉紅色的稱作紅藤 白色的稱作白藤或者是雪藤 那基本上就是這三個系統比較多 那它的花冠呢 你看它的花冠上面是合在一起的 那中間有一個界線 然後界線的兩邊呢 帶一點這個粉黃色 然後下面再有花瓣 它的這個花梗呢 從花精上出來是幾乎是90度出枝 出那個花梗 這個單單是紫色的 它就有不同的紫色 有的偏紅紫有的偏藍紫 那因為花的品種它會有變異 那也可能是跟土壤有時候也有關係 那紫藤花呢 這個它是屬於藤狀的 但是它的老幹也可以很粗大 首先我們準備的是生鮮籽 生鮮籽才能夠表現出 這個花的韻味出來 那我們準備的原料呢 像我剛剛擠的 這是日本好冰的 這個213的玫瑰紅 那首先呢 用玫瑰紅調石青 現在攪在一起 就變成嫩紫色 那調色的時候 就要完全平自己的 這個對顏色的 這個敏銳度 就是所謂的色感 來判斷你需要調的色調 再來呢 準備這個298的這個花青 跟212的陽紅 調一個暗紫色 就是深紫色 那剛剛的是嫩紫色 現在要調一個深紫色 我一向是反對 直接就買紫色的來畫 因為那個色調就太單調了 假如說你經過調色以後的紫色呢 它就有很多的色階的變化 就色彩會更豐富 那更豐富的話 畫面的這個韻味啊 還有整個可看性跟美感都會增加 就是要調兩個紫色 一個是嫩紫色跟一個深紫色 那我們使用的毛筆呢 是屬於陽好筆 陽好筆比較柔軟 所以適合來畫花灰 或者是深水我們來染色 它柔軟而且又含水性 是所有筆裡面最好的 記得這個紫藤花呢 在中國畫血液畫裡面呢 幾乎百分之八十 可以這麼說 那個碟狀的花灌都畫錯了 上面都畫得開開的 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這個表示呢 完全沒有去觀察跟血生 而是這樣師徒相受 一錯再錯 然後一般人呢 總認為那樣是對的 就變成積非成四 這個是很不好的 必須要改正 我們左右兩筆 但是上面是合在一起的 筆尖沾的紫色 然後畫下去 它會有深淺 濃淡的這個變化 這個藝術一定要跟自然生態結合 這樣你才能夠達到所謂的 天人合一最高的境界 那天就是自然 然後再畫下面的花瓣 下面的花瓣顏色可以畫深一點 我們剛剛趁著味乾的時候 就 我們用這個 用線條 勾出這個花瓣的 這個中間凹線的 1 in a a 的一條線 然後在味乾的時候 我們 調 黃色加白色 變成粉黃色 然後再加那條線左右的這個黃色調 要在原料未干的时候加上去 就跟中间那条线一样 那这样的话它会慢慢的晕开融合 融为一体 那这样才会自然 那这个可以画短一点 就是跟角度也有关系 有些角度比较正面的比较宽 那比较侧面的 或者是角度比较对着我们的 就不着头来 也是一樣在餵乾的時候加上粉黃色 然後再來我們再練習幾個花苞 花苞顏色稍微深一點 這樣會比較有精神 比較大的花苞跟比較小的 它花苞不是直直的稍微一點點的幅度 當然從正面角度會比較直一點 接著我們要來畫一串 那畫的時候先把上面已經開的碟狀花先畫出來 記得喔這個上面是連在一起的不是分開的 那你畫分開的這代表你根本就沒有去研究 沒有去好好觀察紙藤是長什麼樣子 現在加的是中間那一條界線 現在加的是中間那條界線 用不透過另外移動畫的部分 再來是用刃紫色的筆尖沾深紫色來畫下面的花瓣 那這個花瓣有深有淺 才會有精神出來 當然我們家的下面的花瓣 有些比實際的會深一點 是為了畫面的效果 那實際上也是比上面的碟狀花瓣 再稍微深一點 再來就是補這個大一點的花苞 花在家的時候 這個距離不要太開 因為它那個花梗的長度是一定的 不會長得特別長 那這個在修飾 在補被前面花遮掉的 露出來的花瓣 接著我們調藤黃跟花青 來畫這個花精 花精是一根很自然的下垂 那因為品種的關係 像日本的品種 這個有很長的這個花 像十二尺藤 還有九尺藤 六尺藤 非常長的品種 那這個花梗 那這個花梗跟花精 長出來是幾乎接近九十度出來 再來用黃色的 再點這個花瓣 像我示範的畫法 都是我去寫生去研究出來的這個筆法 那現在你可以用深紫色調一點墨 或者是用楊紅調一點墨來加它的花拖 那加上花拖的時候 這個花也是一樣 就有畫龍點睛更有精神的感覺 一般台灣常見的紫藤都是 這個這一串花都短短的一串 所以紫藤呢 它這個因為品種不同 所以它的這個花有些是很長一串 有些比較短一點 那現在在示範 從右邊垂下來的 也是一樣 我們筆洗乾淨 筆尖沾韌子 來畫這個上面的碟狀花罐 再加下面的花瓣 再加下面的花瓣 現在在補側面的花 像這個補的是那個碟狀花瓣是在被前面的花遮掉了 像這個補的是那個碟狀花瓣是在被前面的花遮掉了 加上去補的花 再加上去補這個碟狀花 再加補一個碟狀花 再加補一個碟狀花 加上去補一個碟狀花 加花的時候 兩邊的距離要控制好的 加下花的時候 加補面過補一個碟狀花 不然到時候花梗長不了那麼長的 趁著味乾的時候加這個粉黃色 你覺得有些地方不夠 可以再馬上再加 接著也是畫花梗花精 先把花精畫出來再加花梗 再加花梗 再加花梗 紫藤花這個基礎畫法 第一集就是介紹花怎麼畫 那希望這樣的介紹對你來觀賞學習 能夠有所幫助 然後順便指出一個正確的畫紙藤花 這個碟狀花罐的這個方式 不要再畫錯誤的形式了 很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